《玩具TV》第30季 第3集 我有一个星期报铺头 作为一个新手向两位前辈请交 刚刚桌面有一部 我没记错是第一部模型 这间是什么厂 《鸣杖传》 《鸣杖传》第一作 赤轨弱清盛 很有日本风的感觉 我再白点说 很有机箭中的幽灵机红色的感觉 又是那部 没错 国模来说 我相信大家都砌过不少 今次这间《鸣杖传》 究竟有什么体验给大家 我身边有两位模型高手 既然坐下 可以跟他们谈谈 究竟这件事 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 整件事砌得这么漂亮 我们马上要介绍 专业中的专业 Thomas 我不是 我不是 另外水爷 你其实有没有特别玩过国模 曾经我也有接触过 因为开头 开头大陆那些模型 没那么精细 他永远那些笋位 是要自己修改 要剪笋 因为永远都和你练大力金刚纸 是很痛苦的事 插入他有机会扭不回来 是 我们模型的高手最终是假祖先 要看他才知道如何改 假设如果我抛下来 抛下来 我就真的 就不是假祖 就直接上去 直接问Thomas 整件事 Close up 暴清城 慢慢地扫下来 其实整件事 真的交球给Thomas 制作时间多久 我大概砌了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每一天抽时间砌 大概三个礼拜 二十几个小时 三十几个小时 计工作时间 计工作时间 二十个小时 比较松一点 每一天都分小小来砌 我记得一开始砌地台 稳固一点 冻在这里 然后 最难的地方 都是水爷说的 笋位 笋位最重要砌之前 一定要磨一磨 不然你进去 就很难出回来 你一边砌就会一边觉得 Bandai真是不得了 国模始终都是差一点 这些位置 其实我相信 或者我自己分享一下 本身 冥象转算是第一作 其实其他那些国模 我上次砌Batman 还有本身 我说不回厂 其实国内很多厂有出国模 反而拼砌方面的感觉是OK的 亦没有特别要大力金刚纸 但是当然 其实我不计这部 冥象转 可能之前那些国模 我是剪了 我连磨我都免得 我是剪了水口 直接用胶水贴 然后就 贫灰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这个另外一个玩法 又回到这里 就可以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看功力 我见今次清盛就要跟回原色 但主要是用了金属色去做整件东西的包装 是的 原先的颜色是比较雅和深色的好色 我觉得如果这一颜色用金属色 噴出来的效果应该会漂亮一点 是 确实是漂亮了好多 的而且确 我计算最主要是装了那时的水口位 笋口位怎样装 但是水口的覆盖位 没有隐藏的 全部要打磨 而且水口位都是在当眼的地方 大部分水口位都是很小粒 但是有些位置是比较大 在哪个位置我忘记了 总之整个东西基本上要打磨完 才可以做到下部工序 不可以像Bandai那样的偷偷 对身体来说也没有那么多 我再简单说 素组的话又会怎样呢 素组 素组也是那句 先摸摸上位线 先好进入 否则入了就出不回来 好确实 真的说玩借了 因为其实有点尴尬 一般做到现在整个艺术品的级数 我真的不敢逗 所以可能要交给你 动一下可动设计 我们先脱下地台 因为地台真的很吸引 就这样看 其实我觉得清盛 外形来说就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 国武来说其实 真是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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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都可以 我想就着两个 凭衣都可以让大家看看 其实如果这个位置装灯 应该效果好多 确实 不过它可动是不好的 我不要紧 高手就喜欢加纤尺灯 高手就没有难度 我们这些新手就不懂 其实它的可动设计 可以借一借 其实我还不够调 可能你和平常设计有BANDAI MG的味道 可动性 其实它的卖点是它的完整骨架 即是MG的玩法 即是HIRM 但我也是失败品 要自己拆 它这些有些连动 直膝图的那些 展示给观众 打侧就好 打侧就好 没错 然后你动一下 油压管 这个油压管 这个就是它的成型骨架的位置 本身它里面有一套骨架 有的 是成品来的骨架 即是你只需要砌它的外 但本身它有没有金属成品 没有 交骨架 螺丝位有些 如果对比 加多一两百 如果做金属骨 还是非常好 我觉得是 其实它现在骨架是很实质的 我见很多国务都是向这个方向发展 出模型都进入了金属骨 有很多出了金属骨 其实我有想过拆掉骨架出来喷 其实我有想过拆掉骨架出来喷 不过太浪费时间了 我赶着交货 你赶着都要二十多个小时 所以我们不敢乱来 我都不敢乱碰 重点是 赶着都要二十多个小时 是呀 因为那时候答应了 本身应该上两集就出来了 但因为弟弟病了 就不太方便 你其实在移动时 也不差 顺便直接问 就着配色 例如金属骨 或者光泽达 有没有黑铁 铁银灰 有没有特别混合 还是现成的 我纯粹是用现成的开出来 真好 这些色全都是 金属骨就噴几层 第一层是光黑 然后是星光银 然后是金属骨 有没有透明红 其他底色是黑色 我想要的金属骨 这里有几个 这些是黑铁 黑铁 金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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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铁是哪种金 这种金属骨 我忘记那种品牌 很小的 台湾还是美国 不是加亚 我忘记了 那支柚子是什么国籍 我真的忘记了 但因为别人介绍这种金属铁 我看到表面挺滑的 这种金色出来的效果是比平线 可能噴很少浸已经可以了 一层金色 最理想是福害力高的金色 一页就完成 因为你没噴多一层 风险又加多一倍 如果用街上有星光银 它的质感没有这种平滑 这种看上去 你噴出来的金色会比星光银的美 比较厚一点 扔牌子出来让我们研究一下 我记得我有手 不用急 先完整 反正还没记得住 手腰动如何 手腰动得到 最怕它的活动范围会有这个限制 其实它整只很刺手 这是钢毛的特色 是标准来的 五刺手可以叫钢毛 五刺手千万不要叫钢毛 腰有点干涉 谢谢Ricky 每次都见到 腰可以360度 不用试饭 左右前后 我们看看大致 因为它的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设计 因为设计 我叫三尖八角 所以装甲肩 或者裙夹 或者腰夹 动时也有机会撞到其他部位 基本上我刚才拿回来的时候 真的无从下手 真的不知怎样拿下来 幸好我有个大部位 或者拆一些武器 给大家看看 武器吗 这里有把刀 哇 这有把刀 可以拿下来 然后这里有把 如果再装发光灯 真的爆炸 有一把 一把长刀 一把远刀 还有这个矛 这里还有一枝枪 很日本武士风 但是这个枪要有附影 可以拆出来才可以拆出来 因为这个是隐蔽的 我之前有小意 非常日本武士的工具 好像海盗高大人的槍 很多東西配合在一起 有些位置我印象中 好像後腳夾是獵魔 獵魔的腳 造型 入手的話 很划算 二百多元 二百二十元 不知道多少元 但划算得很划算 二百二十元 二百二十元 我看是Facebook有人放 可能放已收拾了你多少東西 Hero有開訂 二百多元 我有兩件未拿 我也有兩件未拿 封鱗的合金骨 我只是MCTOIS的大力臣 回到這裏 基本上整個外形和裝組要留意的地方 大致上都說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我相對比較少在坊間見到這盒赤鬼藥 可能要去其他特定模型店 就好一點 本地的玩具 其實有的 但就少了 可能比較基本 我真的不知道兩塊多元 兩塊多元 你把剪水口或磨儲身位的時間 但當了錢去計算是沒問題的 價錢跟羽毛道那邊差不多 國務的價錢大概都是這個取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自己 Carosep也好 如果去一些廣白也行 不要說老徒 大龍 大嵐 大嵐 我覺得那些應該有機會多 有機會可能有 有驗貨 沒錯 C7有嗎 C7有 他的C7先問 不理會有沒有 他的C7先問 OK的 大致上就玩了那麼多 最後兩位就這件有甚麼簡單點的評論呢 我認為這件的造型是漂亮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情去修製它 其實真的可以修製到更加漂亮的效果 當然這件是補補通通通 那要補補通通 我純粹是評分的 我沒有做任何陰影 都沒有做過 我喜歡不做任何事情 我喜歡純正公安正正的 我也是 快手一點 省時間 最後你可以用少許時間 介紹你的Facebook和你的workshop 我是Thomas Fu 我有一個Instagram 名字叫做T.F Modeling T.F Modeling Facebook有嗎 有人說想找你組裝都可以 也可以的 可以PM跟我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稍後見